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记得唐诗大电影一中的第一课 我们把李白比作唐诗界最棒的摄影师吗 后来我们的一位小同学的妈妈告诉我们 他们家小朋友把这一课看了三十多遍 谢谢 如果爱 请深爱 当然 唐朝还没有摄影术 摄影的发明是个连续的过程 从十六世纪意大利发明家的积极探索 一直到1839年 法国人达盖尔被后世人认定为摄影术的发明者 所以我们的祖先 公元七八世纪的艺术家们 就只能用文字来记录生活 他们的春夏秋冬 河海山川 大漠孤烟 日月星光 通通用文字记录 那么 除了李白 还有谁是唐朝大师级的摄影家呢 他们的手法如何 美学观有没有 话说写出来千古金句 秦时明月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的编赛诗人王昌龄 在其博士论文《诗格》中说啊 照片要拍得好 诗要写得好 一定要把三种境界刻画到位 一约雾镜 二约情境 三约意境 没听懂吧 怎么理解呢 来 我们来举三个老师的作品 当作案例学习 经过八年多的战乱 公元763年后 安史之乱被平定了 爱国的杜福老师 心情自然是十分的愉悦 于是这天 我们的师圣大人 横着小调 悠闲在成都草堂散步 晒着明媚的阳光 看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自然少不了作诗一首 来留住眼前这美丽的景色 和美丽的心情 池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看一开头 这诗里有金黄的春光 还有红花绿草 幻花西一带 明镜绚丽的春景 如此干净明亮的风景 仿佛把青草的味道 也送到了我们的鼻子中 泥绒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如此美景 怎么能没有小动物的活跃呢 于是燕子正繁忙地 飞来飞去 咸泥筑巢 日光照耀下 身上的羽毛 折射出金属光泽的蓝色或绿色 阳光还把沙晒得暖暖的 艳丽的鸳鸯也要享受着春天的温暖 在西边的沙洲上净睡不动 可是大自然的春天百花齐放 诗人只写到了春风 花草极其散发的新香 是不是不够完整呢 当然不是 花有多红呢 是粉红 霉红 大红 是什么花 除了燕子鸳鸯 还有其他小动物吗 这些问题 诗人都故意留着不说 需要你通过联想 加入自己心中的春天 去填充你心中的春意 这个物净刻画的功力 的确碳为观止 可以当范本了 也颇符合中国美学含蓄之美 对了 像水墨画是吧 寥寥数笔 却让你瑕疵未尽 这就是美的第一重境界 物净之美 第二首诗 我们就直接把它想象成 一幅油画吧 它用丰富的色彩叠加 如实地记录了 创作者所看到的美景 同时将它无穷无尽的 思想感情隐藏在画里 等着你去发现 从这首被誉为 孤篇鸭全堂的 春江花月夜中 我们去看看 张若虚张老师 如何妙笔生花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你看这幅画 整体色调是蓝色 画上那浩瀚无银的江潮 仿佛和大海相连 气势宏伟 天空的蓝深邃 海面的蓝带着金光闪耀 这不同蓝色 重重交叠的情运 还真是只有油画 才能表现出来呢 然后诗人换了一种颜色 明黄色 在高空中添了一轮明月 月光闪耀 随千万里之遥 又有哪一处春江 能逃过明月的朗诏呢 看着这轮明月 让人心胸壮阔 深蓝色的夜空 明黄色的月亮 带着金光闪耀的海面 这画面太美 太壮观了 他突发奇想 升级为唐代顶级文豪们的标准思路 开始穿越时空 开始思考一些 一千多年以后 物理学家经常思考的问题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略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略年年望相似 多么典型的爱因斯坦式问题啊 没人能看到一万年前的月亮 也没人能见到一万年以后的人 唯有月亮却可以 大气磅礴 这是我能想到的 送给张老师的 最合适的四个字 油画上色彩更迭 诗人心中情感变幻 张若虚将情境之美 渲染的登峰造极 张若虚 一生只留下两首诗 一首诗就能孤偏压全堂 相当于拍一个大片 就一直保持票房冠军的交往 感谢张老师 言传身叫我们美的第二重境界 什么是情境之美 有没听过王维名字的吗 每次老师我坐飞机离开西安机场 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这句诗 想到故人 来 我们一起背一下 未成朝雨 一清晨 刻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更近 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今儿我们来欣赏他的另外一幅摄影作品 山居秋明 看看他怎么在雾镜 情境之上 塑造 溺镜之美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这是雾镜的交代了 空山两字点出此处 有如世外桃源 山雨初季 万物为之一新 又是初秋的傍晚 空气之清新 景色之美妙 可以想见 明月松间照 清泉 池上流 天色已明 却又浩月当空 群芳已泄 却又轻松如干 山泉清烈 重重流泄于山石之上 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宿炼 在月光下 闪闪发光 生动表现了 幽清明镜的自然美 这两句 邪景如画 随意洒脱 毫不着力 竹轩归唤女 联动下渔舟 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歌声笑语 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姑娘 起霸衣服 笑竹着归来了 亭亭玉丽的荷叶 纷纷向两旁批分 掀翻了无数珍珠般 精英的水珠 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 滑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 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 而用笔不露痕迹 使人不觉奇巧 诗人先写竹轩 联动 因为幻女 引在竹林之中 渔舟被连夜遮蔽 起初未见 等听到竹林轩声 看到连夜分批 才发现幻女连舟 于是王老师就情不自禁地说 随意春方些 王孙自可留 他觉得山中比官场好 洁净淳朴 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 所以就决然归隐了 这首诗作 容物静 情静 意静 三静于一体 济楷炎至 寒韵丰富 不得不服 唐诗的美 需要我们用眼睛去发现 用心灵去感受 这些美 有的含蓄 有的具有情韵 有的灵动 今天送给你的礼物就是 审美思维 只有懂得了如何去发现美 如何去欣赏美 才能体会唐诗的精妙之处 进而明白生活的美 当然了 你也可以参加 阿哈斯固推出的 少年手机摄影课程 学会捕捉细微的美丽 提升审美能力 愿你在生活中 也能成为一个 善于发现美 与创造美的人 最后 在宋尼一代美学大师 王国伟 对于古今之城大事业 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总结 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敬眼 一代建宽 终不悔 未依消得 人憔悴 此第二敬眼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敬眼 希望你有心得